弟兄姊妹 早晨 欢迎来到新一年 我们一起去敬拜我们的主 首先我要请大家一切 在祷告里面 去开口的赞美主 将你感恩地告诉神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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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懷疑興奮的心情 我們繼續祝福神 祂帶領我們過來每一天 一輩子的詩歌 首先我們讀一個宣詔的經文 在詩篇118篇裡面這樣記載 我們一起讀吧 1 2 3 耶穌說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詩歌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你是我的神 我要清謝你 我的神啊 我要尊崇你 你們要清謝耶和華 因他本為善 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各位弟兄姊妹 我們在清神裡面 一起去讚美我們的主 因為我們救贖主是活著的 我要學耶穌基一樣 奸賞自己成為活著 如今活著的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我們一起來 祝贖主 萬有志高者活著 成我一生拯救 曾經有福中失落時 是你帶領見我手 祝贖主 萬有志高者活著 成我一生欲求 但我乃是基督 祈祷滅明 作过这新结架 各顺活了 哄各声哼言 荣耀者 荒废 何望见 我们都要憑爱心去行传 正如基督爱我们一样 中赞主 万有战斗者活祥 成我一生拯救 曾经有福重 伤我书 是你带领养我手 中赞主 万有战斗者活祥 成我一生以靠 荒废的孤单伤我书 又叫我振国拥有 神我的盼望 我的思考要拯救 甚至主恩足够 尚神的记忆 何主恩惠 若何功可得可永生 尚可知世神在夜找不得已 作过这新结架 若神无调 何调 何声哼言 荣耀者 何谓 何望见 神我知世神陷于波与拯救 直 stat之臣 何谎 何身能 particip 尚神一直到居 尚神人类 何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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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神灯 荣耀主国贵下满天 作顺悟调好国声响天 荣耀主国贵下满天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祷告 主,感谢祢在新的年里 仍然让祢有生命的气息 祢是主祢的带领 过去无论是现在或是将来 都是祢掌管的里面 主,我们要顺服祢 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 去顺服父祢 主,多谢祢的恩典 以上的祷告是奉祀耶稣得圣名预求 阿们 天秘到我主的根前 单单仰望主听美话 我愿罪着感动 来让生命大名充满 轻轻放开手不坚持 交给祢做主我任何 我愿令祢起源 沉溺永不止死的爱 主,我愿献着会分合祢 沉溺永不止死圣 尘草佳永不止靠 在罗马书教导我们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天秘到我主 的根前 单单仰望主 听你说 我愿随着金龙 我若生命 带你充满 兴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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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兴兴 我爱手 不坚持 交给你做主 我仰望 我愿令你喜悦 沉溺永远 知识的爱 主我愿 献出 我会分放你 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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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尝尝 心喜怨 主我愿献 每分给你 祝那香菇坚存 全为你要证 自罪心最真的感 主我愿献 每分给你 祝那香菇坚存 我愿献 我愿献 每分给你 每分给你 祝那香菇坚存 主我愿献 每分给你 祝那香菇坚存 全为你要证 是最心最真的爱 是最心最真的爱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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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分给你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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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首诗歌 当我们读过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我们就必得救 这是神给我们得救的缺句 新一年变成有福的缺句 我们在主的福在里面 去祝过我们每一年 我愿意 我愿意 让我们传传 自己 都 continued 鼓掌 我愿意 都是 偶尽不得荒 重生命得生 奉扰世子 这次我生成我敌思国 赞令我感觉 赞得救我 这次我生成我敌思国 赞令我勾住 偶尽强化 愿全神福之快乐无敌 天堂的灰烈 连在我身体 天是大伤生 阳间光灯 全神福之灵魂 信守着我 天是大伤生 我敌思国 赞令我勾住 偶尽强化 天是大伤生 我敌思国 赞令我勾住 偶尽强化 我愿全神福之橋 生命得战 我才知恶与 期末还十块 四颗猴备無敌思国 智杀还顺着 平清得待 本来绝人为 十如全国 这是我生死 我的思考 赞议我保障 荣誉从我 这是我生死 我的思考 赞议我保障 荣誉从我 赞议我生死 我的思考 赞议我保障 荣誉从我 这是我生死 我的思考 赞议我保障 荣誉从我 赞议我保障 荣誉从我 赞议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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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今天可以一同去敬拜祢 求主祢打开我们的心 聆听神祢自己的话语 被神祢的话语提醒和帮助 我们这样祷告教堂 乃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 阿们 今天是2021年第一个主日崇拜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新心灵健壮 在过去一年 新型冠状病毒可谓私药全球 彻底地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习惯 更改变了很多现代人的工作模式 在近日公布的疫情下 即场调查里面就反映 打工仔在疫情发生之前 他们的工作快乐指数有6.1 疫情之后就只剩4.8 而43%受访者 在疫情期间更加要改为在家工作 而且工作的时间比以前更长 不知道转变了的工作模式 有没有影响到大家的生活 或者特别是你和上司和下属的关系 经常听到弟兄姊妹 她投诉自己的上司 很难相处 不是超级烟尖 难顶 就是卸博玩针队 也听到很多弟兄姊妹 埋怨她们的下属 偷懒 迟到早退 又不醒目 又不听话 不过都有人赞赏自己有一个好老板 好下属 好像一家人 这么融洽 根据统计 现在社会有三分之二的人口 一生里面 可能花差不多一半的时间 在工作上 而在工作场景里面 上司和下属相处的时间 往往比起我们自己的家人 更加长 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大家对对方有不同的期望 如果双方都没有一个正确的工作观 或者一个类人的价值观 那就注定 火星撞地球 一定会爆 今天无论我们是什么身份 是人家上司 或者下属 当我们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 不单单是为了减少在工作上的冲突 更加重要的 是使我们能够在工作的场景里面 可以荣耀到神 今天我宣讲的经文 在《以乎所书》六章五至九节 就跟大家讲到 奴隶 奴博和主人的关系 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 我们要看上文的一节 就是《以乎所书》五章二十一节 里面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什么呢 又当传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信服 一节经文 其实是有成上启下的作用 带出整段五章二十二节 至到六章九节 那个彼此信服的主题 所以今天这一段六章五至九节 我就分为两个段落 五至八节主要讲到 做伯仁应该有的态度和原因 第九节主要讲到 如何做好一个主人 在保罗的时代 其实有很多信徒 他们都是奴隶的身份 当然也有不少信徒 是做他们的主人 主谱关系 可以说是当时社会里面 是一个经常浮现的问题 在现今的香港社会里面 虽然我们没有什么奴隶的制度 但保罗对于雇主 或者雇工的教导 都是一样适用在今天 基督徒的工作 和职场伦理上 在一段经文里面 其实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 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究竟是地上的老板 是我们真正的主人 要听完他的话 或是自己 才是自己的主人 不用听任何人的命令 保罗很肯定地告诉我们 我们真正的主人 既不是自己 也不是地上的老板 神才是我们真正的主 我们每个人 都是神的伯人 我们所作的 都是为神而作的 弟兄姊妹 让我们透过今天 这段经文 都是检视我们自己 工作的中心 工作的态度 有没有对准神 是不是土神的喜悦呢 接着来 我会读几节经文 大家可以在《荧光幕》 和我一起读 六章五至八节 你们作伯人的 要具怕战境 用诚实的心 听从你们欲生的主人 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土人喜欢的 要像基督的伯人 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甘心侍奉 好像服侍主 不像服侍人 因为晓得各人所行的善事 不论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 都必按所行的 得主的赏赐 保罗首先说到 做伯人要有的态度 是要怎样 要顺服听从 伯人这个字 Doulos 这个字有奴隶 有神伯的意思 在当时的时代 这个字并不是指一般的受雇人士 而是指被卖而失去自由的奴隶 这些人并不是一定来自低下阶层的 因为他们有些可能是战夫 有些可能是因为欠债 而要被卖去抵债的人 中间有个字 听从 听从这个字 英文很简单 Obey 就是指信服 信从 跟从的意思 听从这个字 出现在原文这句的头一个字 是一个命令语泰动词 其实就是指一个很重要的命令 就是伯人要怎样 必须要信服听从主人的意思 究竟怎样为之听从呢 第一 保罗就劝勉扑人 要以一个惧怕 战敬 用诚实的心 去听从肉身的主人 好像听从基督一样 惧怕 其实就是 对掌权者 有一种 恭敬 和尊重的意思 而战敬 就是一个人 怕得震 通常这两个字 一起用的时候 就加强语气 诚实就是很简单 第二个想法 就是觉得不要常常请大家 头痛 打风 发烧 都应该要照常上班 第三个想法 就是觉得女性 是不可以同时兼顾工作和家庭 第四就是觉得男士 应该将工作放在第一位 不知道你的选择是怎样 但刚才我所说的 其实就是日本 社畜文化之下 打工仔的一些想法 在九十年代 日本出现一个名词 就叫社畜 其实就是日本企业 底层之下 上班族的一些 智州用语 源于会社和加畜 意思就是 它是公司的伸促 就是什么呢 就是工作时间长 压力大 又拼命为企业付出的打工仔 可能大家都很有共鸣 之前有一套日剧 叫做我要准时下班 其实正正反映了 很多打工仔的心态和现况 打工仔可能很害怕 留给老板不好的印象 怕被人炒 被人标签 被人杯葛等等 所以就算有意见 或者有不满 都不敢说出声 我们是不是要用这种 惧怕的心态去打工呢 在保罗的时代 主人就会借着惧怕 来支配他的奴隶 因为一般人都相信 恐惧会产生更加大的效忠 但今时今日已经不同了 我们不需要再因为惧怕而去打工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在服侍着的 不是我们的老板 或者上司 而是我们的主 那又不是代表 其实我什么都不用做 我又可以骂我上司 或者做什么都可以 不是 而是我们知道 无论我们所做的是什么 不单止要跟我们地上的老板交仗 最重要就是 我们要跟我们的上帝交仗 第二 在第六节里面 保罗就劝勉伯仁 要从心里面 遵行上帝的旨意 的态度 来听从主人 保罗这番的说话 就是解释 上面那节 六章五节的意思 就是伯仁 不要只是在主人眼见的地方 或者眼见的时候 才是努力地工作 好像为了讨好人 而是要从心里面 去遵行神的旨意 我记得很多年前 我就有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非常清闲 我看现在应该没有这样的工作 我清闲到一个地步是怎样呢 我每天 只需要影印一份文件 还有做了一个组织 那我就完成了 我今天的工作 可能你会觉得 哇 这份工作这么笨 但对于我来说 真的很辛苦 这么清闲的日子 怎样过呢 我旁边的那位同事 是怎样呢 睡足全程 从早上都见到他睡觉 我都很睏 因为我见到他这么睏 我都很睏 不过 想想想 睡都不能睡这么久 是不是 于是我就决定 每天 滴起心肝 在那里学中文打字 当时就不懂中文打字 还有工作上都需要 学一些中文打字 要中文打字 所以我每天就照着一些报纸 来打的 我觉得 虽然没有工作而已 但都要预备好自己 随时后命 这个都是作为员工 应该有的责任 我相信 这个都是神的心意 即使没有人看到 我们都要尽心地去工作 我们都要尽心地去工作 弟兄姊妹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 上班的时候 闭眼睡呢 即是睡魔急 call的时候 可能都两秒睡了 有没有试过 说私人电话 有没有做私人的事务 或者影印你很重要的文件 或者你有没有试过上网 看影片 打机 又或者你现在work from home 有空 真的很想去逛街 可能我们不多不少都有做过 可能我们又觉得 没有人看到 上司又不知道 没有所谓 但其实有些人说可以查到 最重要是我们所做的 这一切神都看到 神都知道 所以我们都要提醒自己 我们是主的仆人 要当自己是为主去服务 要尽心中心地去工作 第三在第七节 保罗血面仆人要甘心服侍 好事服侍主的态度 来听从主人 甘心是充满着善意 积极 热成 即是在心底里面 有一种动力 一种动力去推动你 去服侍你的主人 而且可能会将你 交托给你的任务 好像变成你的兴趣 很开心去做的 我真的很欣赏我家里 楼下的那个汉奸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很专业 他每一次见到我 就会帮我按开门键 让我进来 又和我打招呼 又关心我吃了饭没有 咦 你今天没有买菜 为什么不买菜 又有时会请我吃水果 当然我不是因为他请我吃东西 所以我觉得他个人好 而是我觉得他对他的工作 那份热成和积极 很值得欣赏 丁姐妹 不知道我们是否喜欢我们的工作 很多人告诉我 他们只是为了户口 只是为了打工 但其实有些人 他们是视自己的工作 是一个专业 哪怕只是駕駛的士 都是在帮助你的专业心态去做 所以当我们去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要活出那份的专业 就好像以服侍主的心态 去投入工作一样 所以保罗在第八节 就说到 仆人信服听从的原因 就是说 当仆人看他服侍的主人 好像耶稣基督这样服侍的话 就算真的得不到主人的赞赏 但是仍然都会得到主耶稣 他的奖赏 米高安捷勞 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艺术奇才 他在梵帝江西斯丁小教堂 就画了一幅很壮丽 不公好精细的圆顶壁画 如果仁光幕有就是这一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这幅画叫做创世纪 就是这个手指 很出名的那幅画 可谓吐心溺血之作 由于那个壁画 其实在天花板的顶上 画家要怎样呢 一定要躺在木架上 然后伸着手去画画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相传 其实米高安捷勞是陀背的 有些人就说 会不会因为他很长时间 是弯着腰在木架上去画画 所以令到他有陀背呢 有人就问他 说观想的人在地下仰望 说距离又远 你画得那么仔细 究竟哪个人可以能够看得到 米高安捷勞就回答他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 但我知道上帝一定看到 是啊 我们都要仔细地想想 我们所作的工作 究竟是为谁而做的呢 在哥罗西书三章23节 这样说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 乃是主基督 基督徒的工作 表面上虽然是有服事主和服事人的分别 但若果我们做事的心态 对的话 服事人的事 其实都可以变成 服事主的事 顶姐妹 究竟我们是服事人 想得人的奖赏 亦或我们是服事神 我们只求神祂自己欣赏 接着我们一同读一节 六章九节 你们作主人的 代博人也是一理 不要威吓他们 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 同有一位主在天上 他并不偏待人 接着保罗就指示 要怎样做好一个主人 就是要私恩相待 第九节 保罗就提醒那些要做主人的 要恩待他的仆人 也是一理 这个是另外一个命令与太动词 就是主人对仆人要做相同的事 你接着很好奇 要做相同的事 难道要一样对仆人要恭恭敬敬 或者要听从仆人 或者要服事他 这里不是指外在的行为 而是指对待仆人的态度和行动 在当时的社会 主人威吓仆人是很常见的事 主人认为 勃契是仆人的本性 所以要借着威胁和恐吓 去压制那些仆人 曾几何时 我都做过人家的上司 我很惭愧 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好的上司 下属犯错或者不小心 我会指教他 提醒他 我不至于威吓他 但有时会怎样 语气会重了一点 不知为什么 你越说他 他就越不小心 越错得多 于是你又再不止说他几句 你就再说他几句 于是就会恶性循环 关系就变得越来越差 后来 不知为什么 有一天 圣灵就提醒我 要认罪悔改 在这个时候 又得到一些专业人士的指点 他就教我 原来员工被激励 不是用消极的方法 去达成的 你骂他 打击他 威吓他 都是没用的 都是一样的 这个专业人士 就教我用一个特别的方法 这个什么方法呢 就是发掘他的强处 例如 他和人 是很懂和人沟通的 给他机会发挥 欣赏他的付出 和贡献 当他得到鼓励之后 做事真的醒目了很多 连当时那些不小心 都没有了 未知没有 少了而已 而且关系 真的改善了很多 所以都很感谢主 所以保罗命令主人 要立即停止威吓服人 他不鼓励以上善佛恶 来维系主服的关系 在今时今日的社会 威吓人可能是很少的事 原来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都会令到上司和下属的关系 变得紧张和恶劣 近日有心理学家 针对400位在职公司的员工 进行一个调查研究 就请他们讲出 你最讨厌上司的理由是什么 做了一些排名 大家看看如果你是上司 看看自己是否有份 第十名 第十名就是 自己讲过的话 经常都不记得 可能还说他 你不记得 第九名就是 对部门内或者下属的工作内容 莫不关心 第八名 是发生什么问题 不管什么理由 罵了才算 第七 就是工作 全部给你的下属去做 然后自己日日按按脚 或者早上下属 准时下属 第六名 就是出事的时候 通常就是将责任 推给你的下属 第五名 就是工作态度 敷衍草率 第四就是工作能力低 第三 没有决策力 决定时间又慢 第二名 处理事情从来都不询问过上司 或者其他部门的想法 第一 就是自以为自己很厉害的囂張态度 弟兄姐妹 如果你中间有人是做别人的上司 我们在下属的眼中 又是一个怎样的上司 我们有没有检视自己 是怎样对待自己的下属 我们除了用威嚇的方式之外 还有没有用其他方法 可以去激励或者帮助我们的下属 我相信神希望我们是以尊重的态度 去对待我们的下属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 无论我们 我们的下属 都一样在天上 同有一位主 在第九节里面 这里讲到 神并不偏心待人 神不会因为我们的外表身份 你是仆人 我就看少他 或者不会因为你的身份是主人 于是就特别看重他 偏代人这个字 是一个希腊文的复合字 很有趣的 两个字组合而成 第一个字就是 这个字就是臉孔的意思 另一字就是 Lepsia Lepsia就是提升的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 你因为外貌而去提升一个人 其实就是简单 以貌取人 我记得之前在工作上 有一位上司都是出名恶的 下属要面胜 一定不会有好结果 我们的同事 特别是女同事 都会被他骂过才可以出来 但是他对男同事 就非常之不同 他会忽然间变得很和善 很温柔 还会叫他们傻猪猪 真的是很大分别 大兄姊妹 如果我们做人的上司 我们会不会又因为人家的性别 身份地位专业 我可以读过某某学校 或者人生经历 我可以特别看重他呢 又或者会不会因为人家的外貌 衣着学色 或者社会背景 而特别看少他们呢 我们要提醒自己 不可以偏待人 因为神都不会偏待人 在基督面前 我们其实人人都是平等 没有人会享有任何的特权 在地上 虽然有主人 博人之分 但在神面前 就绝对不会因为 这样的身份 而有所偏袒的 最后当我们回应 谁是主 谁是博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心里面 有没有答案呢 今天无论我们是什么身份 是雇主 雇员 是人家上司 或是下属 基督徒在职场上 都要生存一个 经威侍奉神的心 我们知道 神先是我们真正的主人 而我们都是主的仆人 当我们看 凡事都是为主作功的话 无论神给我们 是在什么的岗位 只要我们愿意作主的仆人 每日积极地去工作 我们的生命见证 必定能够影响到 我们身边的人 上班都变成乐视了 在新的一年 都让我们 在神面前立志 好好预备自己的心 态度 和行动 立志 要做一个 尽心 忠心 进责的主播 让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天父 感谢你 赐给我们 宝贵的说话 教导我们 学习 做个好的上师 或者下属 让我们知道 无论我们 在什么岗位里面 都要尽心去服侍 就好像服侍你一样 可能我们在职场里面 都遇见有困难 和挑战 求主帮助我们去面对 全心仰望你 祷告交托 乃奉主耶稣 基督之名祈求 阿们 用我们一首的回应诗 去继续 去赞美我们的主 我怎能不为主活 因为是神舍身 用祂的保佑去拯救我们 我伸给你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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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情我前生恩怡 蒙书间书 在太初已知 从不舍离 离众啼述怨 连我均负 没我共同 没我干商量 连我力量 令我根深 和耶稣你 同埋众福 而从此开一顺去掉罪路 情愿放开一身所爱 为你去活从不改 你是伟大 为我舍弃 无望一切 由神你刺下 而人生的国费也索我主 情愿放开一身所爱 为你去活从不改 甘纳自传言 奉上为你 想你 同埋众福 你从此开一顺去掉罪路 情愿放开一身所爱 为你去活从不改 要是伟大 为我舍弃 无望一切 由神你刺下 而人生的国费也索我主 情愿放开一身所爱 为你去活从不改 甘纳自传言 奉上为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兄姊妹 新年蒙福蒙恩 大家都平安 今天是第一主日 还是全年的第一个主日 我们一起来填手主餐 我们都很欢迎 已经接受了水利的信徒 跟我们一起来 在上帝的面前 去领这个饼和杯 在家里的弟兄姊妹 愿望你现在都已经预备好 你的饼和杯 今次的主题 我们会用一个感恩清謝 来作一年之首的开始 聖餐是信徒一同来向上帝 去表达感恩的时机 基督将他的身体来献上 留下他的补血 谈到他的生命 为的是要救赎我们每一个的人 拯救世上每一个的人 赐下这个救恩 让我们在第一个主日里 我们一起来密想 也去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 刚才Erika牧师 为了我们有一篇很好的正道 让我们再一次去想 谁是主、谁是博 原来我们都透过以下一节的经文 去思想上帝对我们的恩情 大家可以合上眼睛听我去读 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 我再读一次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本是富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好使你们因他的贫穷 而成为富足 我们一起去思想基督 他如何为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 而他这个贫穷 他愿意书尊降跪 来到这个世间上 甘愿自行 为的是要成为我们各人的富足 成为我们的旧贫穷 七位弟兄姊妹 你愿意新的一年如何来为主而活 在领受这个饼和杯之前 你有什么的过犯罪恶 是需要向上帝来去认罪悔改 纳致新的一年我们做一个新造的人 现在有点时间 让弟兄姊妹可以在家里来去密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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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我们感谢赞美祢 我们实在不明白 主,祢为何爱我们,爱到一个位置 耶稣基督,祢爱我们,爱到一个点 是愿意为我们众人写在十字架上 去担当你本来不需要那个的刑罚 祢为的是要承传我们,使我们付足 主,但我们真的要向祢认罪 因为我们知道有时,我们都没有好好地去把握 或者去捉紧这个身份 我们这个付足的身份 在祢的里面,我们应该付足 但我们却是给很多很多东西来到笼罩住 很多很多世慕来到前身的时候 然后我们不记得了祢是叫我们付足的那一位 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这个付足不是说金钱上的付足 这个付足是说我们心灵上的付足 主,我们真的很需要祢 求祢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用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呈现给祢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人的面前去呈现 祢想我们做的见证 让我们无论是做主人、做仆人 我们都能够去做好 祢给我们做一个好管家的即使 认定唯有耶稣基督 祢是爱到为我们而死的那一位 认定唯有耶稣基督 祢是叫我们生命不再贫穷 变成腐足那一位 亦都认定耶稣基督 祢是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唯一独一 似我们盼望的救主 求主祢帮助我们 在2021年的里面 能够互出一个好样的基督徒 能够成为一个 在我们的家人 在我们的朋友圈 甚至乎在我们的邻居里面 成为别人的祝福 成为一个好的见证 以致我们真是蒙受 这个恩情的时候 能够对得住上帝你 能够与我们所蒙照的恩 去相称 以上这样的祷告 乃奉我主耶稣基督 得圣名自祈求 阿们 好 大兄姊妹 我们都一起来到 去预备这个的饼 主耶稣在被买的那一夜 他拿起饼内 足借了 就抹开 大级他们说 你们那着喊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于此恨 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一起来到以这样的心 去领受这个的饼 感谢耶稣 然后慢慢来到他预备 那个的杯 饭后 又拿起杯来 足借了 第级他们说 你们都要学 这杯是我立身药的血 为你们众人免罪而留的 你们每逢学的时候 要如此恨 为的是纪念我 感谢耶稣 接着我都很想和大家一起 慢慢来到他中读 主土文 无论你受洗味 都可以和他一起来到他中读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干林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愿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陷入私贪 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因为国度 权兵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门 兄弟们一起起立 同众荣耀众 祝你圣父子爱之送 基督舍起来高尽也 每下先一声明到日 生日神结贝大众也 阿门 我又愿平安 人爱 信心 从父神 和主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并愿所有誠心 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 都蒙恩惠 蒙平安 从今时直到 永永圆圆 阿门 祝福大家 a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接